直营甲走了盘子里最后一块肉 女孩就跟犯了法似的遭到一家人审视的目光 奶奶直接摔网勃然大怒 这个肉我都舍不得吃一口 你说这个妈 你要不要脸呢 他俩都吃的 我为何吃的 女孩摘菜洗菜帮了不少忙 可小布和大伯的女儿啥都不干 却能从容的吃肉 女孩虽然嘴馋淡 还是把好东西优先长大 看到最后还剩一块肉 才胆战心惊动筷子家的 奶奶看女孩敢跟自己顶嘴 以为她是马上要嫁给有钱人了 才突然变得硬气起来 我要嫁什么 女孩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因为她是今天刚穿越过来的 系统任务提醒她 必须要赚足一千两黄金 才能够回到现代 她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于是就问了一旁的弟弟 咱们这一根文卦卖多少钱呢 不过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桃后的五百 大意思就是 这世界里的一文 等于现实世界的一块 算出来就是一千万 一千万 我这衣服戴不丁呢 你让我说哪是最一千万啊 这根本就是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暂且不说穿越过来的 这户人家有没有存疑 看着家庭条件 平时恐怕连肉都吃不上 然而今天是大伯回家的好日子 奶奶拿着那把 一年只用一次的钥匙 开了那个装肉装鸡蛋的柜子 只有等到过年 奶奶才会拿出那条五花肉 一家子吃了三年那块肉 还是分量不减 这刀法一看 就是去兰州拉面学习过的 大半年没吃过肉的几个人 希望奶奶能多切几片 谁知奶奶根本停不下来 财大气粗的一连切了四片 五片 我年代切了四片 五片 奶奶表面上毫无波澜 其实内心就像在低血 本来算好的一人一块肉 结果女孩吃了就像在要奶奶的命 但现在她已经懒得计较这些了 因为她一个最不受处的孙女 要嫁给有钱公子多 大伯二伯还不嫉妒笑脸祝福 女孩觉得里面有猫腻 嫁过去八成又是殉葬 古代婚姻大事都是长辈做主 大伯一听曼儿不嫁显得尤为激动 大伯母连忙解释两人是八字相陪 所以曼儿才这么好命为孙家相中 我娘 这么好的情事 让花儿姐嫁去 曼儿油盐不尽死活不肯嫁 还学着奶奶撒泼那套说 谁再逼她就去跳井 奶奶不吃她这套 放狠话让她不嫁就去跳 曼儿丝毫不怂起身准备去跳井 正好把这一家子逼婚卖你的事宣传出去 谁拦着她 谁能拦她我就给黑顿肉 曼儿本来没想跳的 谁知脚下一滑不小心掉了下去 幸好母亲眼急手快抓住了她 虽然穿越过来的曼儿和她没有什么感情 但看她手上被自己抓得鲜血淋淋 曼儿还是被一个母亲的爱深深感动 这些年母亲在婆家凡事都忍耐着 能得过且过的事她都不会去反抗 可如今这门轻视关乎到女儿一辈子的幸福 母亲是万万不能再忍了 她收拾好行李让女儿连夜离开 叮嘱曼儿到舅舅家去躲一阵子 可她还没走多远 就遇到了一个身受重伤的男人 刺之大眼睛还没对视几秒 男人就晕倒了 这个人身份未知 曼儿不想多管闲事转身就走 下一秒 男人又捂着伤口出现在眼前 曼儿不信邪 可换了几个方位 还是遇到同样出场方式的男人 系统提示她这是个关键人物 曼儿无奈只能尝试着救人 看来只能放大招了 曼儿眼神是一大黄向后准 下面是狗狗不移的环节 就在曼儿嘴巴快要亲上男人时 却被她反手压制在身下 你要干什么 男人得知曼儿出逃的原因 表示自己可以想办法帮她 而自己因为在躲避官兵追捕 正好需要换个身份掩人耳目 两人达成一致决定合作 与此同时曼儿家里集成了一锅粥 媒婆明天就要来带人了 可关在柴房的曼儿却不见了踪影 奶奶一猜就是曼儿母亲把她放走了 不顾她怀孕的身子罚她下跪 谁知曼儿打着哈欠及时出现了 大半夜的吵什么呢 别曼儿 你没出逃 我逃哪去啊 摔不关柴房 换个地方逃了 母亲不懂她怎么又回来了 曼儿安慰她别担心 她不打算逃了 因为她有了更好的法子 吹了这门轻视